問問 有沒有問過秘書處是何時折 折 我們知道是那個禮拜 開會前一個禮拜 最後好像 我們在檢查日期 我們基本上下個禮拜 今天是23日 我們在這個月底之前一定要搞定 我也想問你們說之前可能會遲 你們全程開放 不是 我們今天只是趕下收聽 我們兩個趕下收聽 我們提議 首先我們真的要感謝 翁文和大舅 兩個議員和他們的議員辦事處 都扭盡六任 希望在議會裏面用盡他們的方法 去抗拒這條惡法 我們作為新進的積極參與政治的朋友 發覺在這個2011年 這個時代那麼進步的年代 反而我們就著一些社會的議題 已經沒有什麼空間去改變 唯一可以改變的就是選票 選票就是我們的武器 我們出生 即是我們的年代出生的朋友 選票就是我們的公民權利 投票就是我們的公民權利 這個權利是勞不可破的 很明顯 這一個替補方案的安排 是斟著沖著五區公投而來的 我們覺得 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做的 既然是這樣不如以其人之道 還是其人之身 就用回五區公投的方法 去告訴香港人 這條惡法有多厲害 有多恐怖 這次的五區公投 是很明顯 是有一個目標 很明確的目標 要麼是立法 要麼是不立法 比起上次我覺得 一些泛民主派的議員去拒絕 如果他們選擇去拒絕 是更加沒有理據 因為這次很明顯 是有一個目標在 要麼是立法 要麼是不立法 現在坊間很多的朋友 包括是泛民的議員 又或者是支持民主的選民 都覺得 是不是應該團結 我覺得 如果 這次是 可以成功再推行一次五區公投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契機來的 而我相信 兩位議員 即是黃耳文和陳偉業 他們都不會 淪式他們的議席 因為我剛才聽英文說 其實都有些事情很奇怪 即是如果公民黨或者民主黨 他們選擇不參與這個修訂的抗爭的話 那麼他們又為什麼去成就 一個小圈子的特首選舉 即是邏輯是一樣的 即這個是我們完全都想不明白的 還有即既然 剛才英文和大教育都提過 有一個可以上網去呼籲大家去提一個修訂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教育運動 而我覺得市民 即我們在議會以外可以盡量參與的 是的 就是我們來的 非常有的 中文化